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是一條HKCEE 2000年的PayPal1第五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其實題目有兩部分 先解決第一個 它就叫你解決這條比例 11-2x over 5 小於1 做了這個 先拿出一張答案字 題目是11-2x 好噁心 再over5 小於1 如果你給我做 除5over5 就隨便成 所以下一步就是11-2x 當然會是小於1乘5就是5 我自己不喜歡留負荷 就是2x 所以這邊就是2x 當然還有一個加5 調到旁邊就是-5 所以是11-5 即是箭嘴照寫 11-5即是6 所以最後終極答案 如無意外 將乘2 調到旁邊 隨意 所以其實 x就會是 箭嘴沒有調轉 6over2就是3 當然 左右兩邊調轉寫 但在這裏 小心點 箭嘴是否需要調轉呢 你想真點 如果我們從這個方向這樣看出去 看到嗎 讀出來的 meaning就是x大於3 x大於3 那你調轉寫 應該都要同一個 meaning 從這邊讀出來 由左至右 就是x大於3 所以當然 今次的箭嘴當然要調轉 因為x大於3 所以最後答案就是這個 OK 已經解決了 就是x大於3 當然 小心點 題目問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解決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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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個問題 就是represent the solutio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s 即是說 叫你把剛才的答案 x大於3 就在這幅圖展示出來 所以如果x大於3的話 你給我 那3就在這裏 是不是 我拿一支粗一點的筆畫 好噁心 先畫過 在這裏 然後當然就是 繼續向這邊發展 對 x大於3 那這個是空心圓 還是實心圓 那當然是空心圓 原因你看看 x大於3 所以就是空心圓 沒有等於 所以這個就是空心圓 好 好 而事實上 我們修圓 我們修圓 給別人看 我們就要在這裏 如無意外的答案 都是這個 好了 那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 那個圖像上的顯示 represent the solutio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s 那 而solve 這個equation 就是這個 sorry 按錯了 就是這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到這裏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